美帝骑士千万剑,醉得醉齐听我念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董乐 一个听懂听不懂都要假装懂了的正经女主播 欢迎来到今天的美帝奇闻榜 第一条,今日份最吸睛 豪至五八八美元 有人要买特朗普和奥巴马排排座 欢迎登陆前总统们的小剧场 江湖有云,有钱能使鬼推磨 这不,现在真有人出钱 想要死对头特朗普和奥巴马坐到一起 来展示一下团结 用这种方式治愈美国 而且呢,还真有人这么去做了 据每日传讯新闻报报道 一家播客公司名叫Valutimate 它呀,日前筹集了五百多万美元 试图让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和奥巴马坐到一起 来展示一下团结 该公司的创始人帕特里克·贝特·大卫解释道 大美的大部分地区都处在分裂的状态 他认为呀,如果他能把这两个老对手放到一个播客房间里 进行坦诚的对话 那么就可以修复这种分裂 大卫在美国福克斯新闻节目中 详细解释了这一计划背后的原因 以及具体应该如何操作 值得一提的是 这家播客公司还为这个设想起了一个有趣的名字 叫做重新统一的国家 大卫认为 参照自己经营企业的历史经验 他发现呀 当他把两个互相鄙视的人带到同一房间 极其有帮助 他回忆了自己的父母离婚以后 又重归于好的经历 他说 特朗普和奥巴马是两个互相无法容忍的人 他们的意见总是相左 我认为现在是把世界上两个最具有影响力的人聚在一起的时候了 他补充道 许多选民和政治评论员 已经厌倦了美国选举期间的官方辩论规则 而他们提供的这一体系 将允许特朗普和奥巴马 能够给出更长 更详细的回答 他希望这个计划能够顺利的运行 此前 奥巴马一直指责 以特朗普为首的共和党人破坏美国民主 没有兴趣真正的解决美国的问题 奥巴马也曾经在民主党人代表大会的讲话中 尖锐的指控特朗普 将美国总统的工作当作另一个真人秀 奥巴马说呀 特朗普没有表现出从事这项工作的兴趣 也没有兴趣寻求共同的立场 没有兴趣利用他办公室的强大权力 来帮助除了他本人 和他的朋友以外的任何人 除了把总统工作当作真人秀 来吸取注意力 他没有任何的兴趣 奥巴马又批判特朗普担任总统的后果 是最坏的意识冲动清洗而出 我们在国际间自豪的名誉受到重击 我们的民主制度也会遭受前所未有的威胁 对于这一指控 特朗普毫不客气的回击说 自己之所以当选 是因为奥巴马跟美国人遗留下来了恐怖的景象 第二条 今日份最娃娃 5月起 谷歌两位创始人已经股票套现十多亿美元 自今年5月份以来 谷歌创始人拉里佩奇和谢尔盖布林 抛售谷歌的A级和C级股票 套现的金额现在已经超过了10.7亿美元 具体来看 这布林套现的金额超过了6.1亿美元 佩奇则超过了4.62亿美元 两位创始人都是根据预先提交的交易计划来出售股票的 2017年的时候 这两位创始人也曾经出售过股份 今年 谷歌的母公司Alphabet的股价 表现十分出色 A级股票的价格 至今已经上涨超过50% 跑赢纳斯达克指数 比亚马逊 苹果等巨头也要好上不少 1998年的时候 佩奇和布林创建了谷歌 现在呢 两人仍然是Alphabet的董事会成员 持有公司相当数量的股份 对于拥有Alphabet的投票权的特殊股 两人呢 更是控制了51% 现在 两人已经从领导位置上退了下来 形势很是低调 据报道 几天前 谷歌在纽约开售首家零售店的时候 当时呢 布林曾经去现场看了一看 疫情期间 佩奇在斐济群岛的游艇上 度过了大量的欢乐时光 那么 这种套现行为是在暗示着什么吗 第三条 今日粉最豪气 司法部拍摆史上最贵的唱片 名叫《少林往事》 大美的司法部近日宣布 由美国最具影响力的说唱乐团体之一 纽约武当邦 在数年前录制并拍卖的 美国有史以来最昂贵的音乐专辑 《少林往事》 以在7月底的时候 作为一宗刑事案的充公物品之一 被成功的拍卖 司法部呢 虽然没有公布买主和价格 但是 外界根据该案的欠款额推算 这个唱片的卖价呀 至少在220万美元以上 而这买家据信并非是单一个人 而是某一个机构 这个名叫武当邦的说唱乐团体 是1991年 由八名飞翼歌手 在纽约史丹顿岛成立的 是全美最有影响力的 该类团体之一 他们的多张唱片呢 在说唱乐历史上 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团体的名称《武当邦》 则是受启发于1980年代的香港电影 《少林与武当》 有意思的是 该乐团的成员呢 也分成少林和武当两派 此次司法部拍卖的《少林往事》 这张专辑呢 是非常有讲头的 这是乐团为了反击流媒体音乐 越来越廉价的市场趋势所打造的 这张专辑历史6年的时间 在2014年的时候录制 之后呢 被储存在北非摩洛哥 一家酒店的保险柜里 再往后讲 到2015年的时候 这张专辑以200万美元被神秘的拍卖了 专辑呢 是由两张唱盘组成的 外包装是一个雕刻精美 相有珠宝的银盒子 乐团规定 买家在88年之内不得将此唱片用于商业用途 唱片的乐曲内容至今仅有部分的曲目流出 当年的神秘买家是一家药企和对冲基金的主管 如今呀 这个买家因为证券欺诈罪 被判七年监禁 同时被没收了740万美元的资产 司法部表示 这次唱片的拍卖呢 就是为了填补他 对政府的欠债余额 大概是220万美元 另据报道 奈飞和影星布拉德·皮特的公司 早在2016年就联合买下了少林网式的图书版权 准备将其改编成电影 以上呢就是今天的美帝奇闻榜全部内容 刀的刀刀 刀比刀 刀完今天 刀明天 我是你们的董乐 明天的美帝奇闻榜 等你来哦 我们下期见 谢谢大家 去 在这些外奖 我们下期再见 不准备 小解 这些 我们下期再见 帮助 嘻 感谢观看